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是调整传球 调整传球是排球运动传球技术中的一种 当第一次球不到位时 二传手或者其他队员将球及时调整为高球 迫使战术弓变为强弓 这种组织进攻的形式称为调整传球 调整传球的高度和距离的难度要高于往前传球 对手指手腕及身体协调用力的要求较高 随着现代排球防反水平的提高 调整传球被广泛应用于高水平比赛中 下面我们来学习调整传球技术 我们采用稍蹲准备知识 当第一次球垫起后,迅速调整脚步 将球让到头的前上方 传球时抬头看球,双手自然抬起 正面对传球方向,靠蹬地 身臂,手指手腕和身体协调的力量 把球传出 传出去的球要有一定高度 落在往前附近 下面我们进行练习 我们的练习顺序为 两人传制抛球,调整传球练习 结合网,调整传球练习 队员两人一组 在两侧边线处站好 队员自己抛乱球 然后根据抛球进行移动 调整好脚步后 将球调整传到对面 传球时要将球传高传远 尽量落在同伴身边 接下来我们接候网 调整传球练习 由老师抛球 队员在六号位启动 准备传球 待老师抛球后 队员根据球迅速移动 将球分别传向二、四号位 要求队员在移动时脚下要快 在传球时 身体要正对传球方向 身体和腿部要协调用力 注意腿部的登身 传出去的球要有弧度 要距离地面五米左右 落点在球网附近 距离标子杆半米到一米左右 在练习调整传球时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进行调整传球时 光靠手部力量传球 没有蹬腿动作 不能够全身协调用力 这样会影响调整传球的弧度 及准确性 调整传球高度过低 会使公所无法获得充分的时间 进行助跑起跳扣球 影响进攻效果 调整传球时 脚下移动过慢 或者转身动作不协调 会来不及面对传球方向 形成侧面调整传球 侧面调整传球 会影响传球的稳定性 好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